接下来我们介绍Apple的慢动作 来看相机 相机的话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可以再放大一点 各位可以看这个地方 一样你的相机 如果你是放直的话 就是由左往右滑 底下可以看到一个慢动作 让慢动作变成黄色的字 慢动作变成黄色的字 可以吗 然后呢我要拍的时候 怎么拍 我建议各位 拍的时候请你先按 再喊一二三 对方再做动作 做动作完之后 请你大概等个两三秒 再按一下这个键让它结束 可以吗 所以呢这个动作 这个一定要 为什么要一定要把一二三录进去 那是有原因的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讲 所以你在录影的时候 通常是这样 我比如说我就先按 按的时候画面就在动了 其实它已经在录了 然后我就说 你没有看到上面秒在动 那这时候我才喊 一二三 然后可能等一下我们都习惯是用跳的 跳的 然后跳起来之后下来 大家站好了之后还甚至大家开始在走动了之后 你再按停 可以吗 你再按停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来给各位看一个 我之前过去的某一个作品 我们用 因为它已经传到这个 我就用这个来给各位看 另外 我这边 不过因为我的声音 现在因为透过那个USB 那个 那个 透过HDMI 所以那个声音也会出不来 我看一下是在 几月几号 阿里山 用阿里山 也会找到一大堆了 但是 像最早我自己就一个人在拍 就找别人帮我拍 拍怎样子呢 我再往下拉一点 哇太多了 快了快了 都因为我都在阿里山 阿里山有个 有那个上面 最上面有一个叫小力源的平台 感觉很棒 像我这边 就 我之前也有跟那个朋友一起来拍的 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唆时摄影拍出来的感觉是怎样 这个没有调过 这个 等一下 这个没有调过 我看一下是这个吗 好 有 这个应该这个可以 好 开始 你要准备跳起来的时候才 其实我这个调太快 应该要准备跳起来的时候才是慢动作 OK 然后后面等一下会变成正常动作 但是我忘记这个有没有调过了 等一下我会教各位怎么调 教各位怎么调 所以来我这边先结束掉一下